九节佛风是不是有更深的奥义 它对于我们修行行者的身心的变化 是不是有着更大的作用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请看PPT 第34课 九节佛风的奥义 世真在解脱道口诀中 有特别讲到九节佛风的口诀 是观想光明如虚空 在眼前 因为如来便一切处之故 也就是如来的法身变满虚空 所以观想光明如虚空 然后把这如来的法身光明吸入 这一吸入 行者自身会怎么样呢 有如下几个变化 成就六大无碍 地水火风空是无碍 在身体内运转融合无碍 这是第一大成就 九节佛风不要小看 还有第二 空有 空有乎如 把空吸到油进来 把空和油互融在一起 把真如和色身融在一起 把大海和泡沫融合在一起 等一下我们就会练乱 还有佛我合一 把佛的法身 佛的光明 甚至整个佛 起进来跟我合一 佛性 自信 跟真如和一 当然还有 清净罪障 精神统一 这是当然的 以上是在解脱到口诀中 所写的 师尊告诉我们的 九节佛风的口诀 也是我们今天将实践题目的口诀 而在来自佛国的语言中 师尊有写 修九节佛风的另外的口诀 请仔细看 师尊写 我要修九节佛风的人 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呢 有一种感知 感知气充满全身 你要能感知到气充满了你的全身 你平时做九节佛风 有气充满全身的感觉吗 还要气足 还要感知 身体清净而纯化 身体不仅清净了 也要消除了 而且纯化 纯洁 这个纯化 很美 好好体会 等一下我们就来体会 身体的清净和纯化 再来呢 感知气能由自己控制 在自己身体里面 气是自己控制的 属于你自己的 能够自由控制它 再来感知自己的三脉 七轮 还能感知气脉如网状 在身体里 不只是三脉 七轮 还散开如网状 在身体里 达到一一的毛细孔 这是做九节佛风 能做到这样的觉受 是吧 剑集说 九节佛风太棒了 当然了 真佛秘法 就是一级棒 但待一个九节佛风 就能这样 还不止如此 再看下一段 你仿佛有一双飞行的翅膀 就像我们教育 真佛教育的这个logo 背后的翅膀 然后呢 临风立于山之殿 在山的殿 顶峰 然后鼓动你的翅膀 轻轻地飞向云端 因为你气足 因为你清静 纯化 因为你的气 已经如网状 达到一一毛细孔 所以你仿佛 有一双飞行的翅膀 立于山殿 然后鼓动你的翅膀 轻轻地飞向云端 修九节佛风 是心气合一的 从专注力到气足 冲天以飞 怎么样 这九节佛风的奥妙 是不是令人充满了喜悦呢 大家要不要一起实践一下 尝试一下呢 有没有一种 跃跃欲试的感觉呢 要的 好 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根本上师 给我们的演示 我再重新再讲一遍 九节佛风 比较细的九节佛风 平时我很少跟大家讲 有讲过 只是大家一下子就舒服掉 你端正做好啊 端正 好像 做这个 莲花座 双盘 单盘 如意座 你要做好 端正做好 身体挺直 你观看自己 自己本身只是一个壳而已 中间是空的 里面 全部都空掉 那么 有一个中脉 从顶峭一直到密轮 这是中脉 一个是右脉 右手边的脉 是从这个鼻孔 一直下去 到了忌轮 跟中脉接起来 再回到这边 这是左脉 也是到鼻孔 左脉也是到鼻孔 刚好是这样子 一条这样子 中间是直的 两边 左右脉 三个脉 在忌轮的地方 有一个交汇的地方 开始呼吸 九节佛风 共分九节 其实是只有三个重要的点 大家要知道 那么刚开始练的时候 你不能用意念来控制 你自己的吸跟呼 没有办法用意念控制 说要用手指头 手指头 观想你的本尊在前面 本尊刚好是你的正对面 跟你做一样的知识 本尊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修本尊法吗 然后开始就想本尊 白色的光 由你的右脉 进到鼻孔 然后转到走脉 出去 开始的时候怎么样 你这个尾指压住这里 你要修这个脉 你观想本尊的鼻子 出来个白色的光 然后进到你的鼻子 你这样吸进去 用意念想 它在你的绕了一圈 到了走脉 要呼出去 就呼出去 这个动作是细慢跟长 很细很慢很长 为什么要细 细就会晶 用你的脑袋 用你的脑袋去想 白色的光吸进去 绕来一圈 出来变成黑色的光 黑色的气散出来 由这边进去的时候 你先压住这边 呼出来 黑色的 这已经是两个了 纠结喉咙的两个了 再来 你要看着 本尊的两个鼻孔 都现出白色的光 你把光吸进来 压住鼻子 这个时候这个光 两条线 两个光 在季伦集合 往中脉冲 冲到顶不通 再下来 再绕到这边 松开双手 孵出来两个鼻孔 变成黑色的气 第二回合 刚好颠倒 就是说 从左边的鼻孔进去 从右边的鼻孔出来 这个 第二回合 从右边的鼻孔进去 左边的鼻孔出来 第三回合 从两个鼻孔进去 再从两个鼻孔出来 第三回合 这是已经做了六次了 就是六节佛风 最后一次是先从两鼻孔进去 再从两鼻孔出来 然后再从右鼻孔进去 左鼻孔出来 再从左鼻孔进去 再从右鼻孔出来 这个就是九节 每一回做 都是细 非常细 非常慢 非常长 时间非常的长 细慢长 是一样的 好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